大小千王我覺得至少要中一顆 一定要中一顆 沒中誰退坑 NOSNOSNOSN WASAMS ZEWGEN YO GAMEN 我知道你們一直在173173173 也不是說我不想擺 觀眾朋友他們現在覺得可能抽包的買氣有點不太好 他們要偷偷調配率好不好 一箱裡面是24個嘛 八顆一組 正來說要有三套才對 01 02 就是大千王小千王的話 都個只有兩顆 0708的話都變成四顆 故意將我們的千王的配率給調低 我又不想買確定版 因為確定版你要第一時間買 每個價格都很胡亂不知道在幹嘛 我死就是不買 我們就用抽的 因為剛好收過週年慶 有打折一包兩百四 蠻爽的 所以呢我就買了 三包好不好 我就只買三包 我們就賭三包 大小千王我覺得至少要中一顆 一定要中一顆 沒中誰退坑 這麼貴的遊戲玩不下去 零件還一直重複買 我買寶特瓶的彈珠還可以一直無限打 也比較爽耶 只要買一台而已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先來看他的一個外觀 173的一個超王抽抽包好嗎 前面的話這邊就有標記說 有接超哪幾顆 其實他復刻超多老面孔的 我個人覺得有沒有 火蜥蜴啊 黑蒂絲 我完全不知道這兩顆在幹嘛 可是我記得火蜥蜴的零件好像非常好 有油溫軸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阿基里斯原色版 跟阿基里斯黑暗版 兩顆爆轉世代的一個復刻圖 這顆的話其實我個人蠻想要的 剩下的話就算就是偏向於比較雜魚的東西 再來是他的一個背面 我要先說這次裡面新規零件 真的是非常非常之多好不好 第一個是阿基是專用的一個 劍盾裝備好不好 上金盤這邊加一個類似戰環的一個東西 這個等一下如果沒有抽到再詳細講解一下 這邊的話有我們的大千王跟我們的小千王 他這一共是有兩個千王 這個的話也是新規零件 這個的話是屬於拉高軸 就是說他們將原本有出過軸 再進一步拉升然後去提升他的一個攻擊力 OK嗎 這個的話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幫大家測試一下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這個1到8顆的零件表 然後我都寫在旁邊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可以按一下暫停看一下 不要有用的零件我都會把你們畫在紅線 來 還抽 來 OK 抽千王 沒有難度 哈啪 啊哈哈哈 零 零五 該來了吧 我跟你講 千王 沒有難度 就跟著內 怎麼是贏啊獵狐啊 我沒有很喜歡 我想要龍騎士啊 哎呀 瞬間變150 我們誇張怎麼可以脫坑啊 哈哈哈 大小千王 就簡單 內 哈嚇 哦이야 就跟你講 很簡單啊 我的原色有點可惜啦 他這個畫是我們的02 黑暗版的 啊 الص四 哇 唉我發現我的競體來抽抽棒真的是 運氣非常非常之好好不好 唉幸好騫就有看到這一顆 沒看到這一顆 我們今天會不知道他排什麼東西啦 哈哈哈 好各位,現在這幾顆就是我們目前所抽到的三個陀螺好不好 剛好這次全部的新規零件我們都拿到,除了劍裝備 劍裝備沒有拿,有一點可惜啊,但是也沒關係 然後呢,我們現在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這三顆分別為我們的地獄火蜥蜴 哇,好老喔 阿基里斯,然後呢,最後就是我們的銀牙獵虎異色版本 為什麼銀牙獵虎前面多一個這個,官方非常貼心好不好 因為這一次的劍盾裝備超容易撞壞,超容易斷掉 這一次的話,你只要抽到銀牙獵虎或是抽到龍騎士 他們都會附一個劍或是附一個盾給你,讓你當成備品 銀牙獵虎話附的是我們的盾裝備 等一下這個盾裝備我們再做個詳細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幫他來一顆顆講吧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的這個地獄火蜥蜴 地獄火蜥蜴的話,簡單來講就是肥包 它的上蓋基本上應該現在的環境來說是沒什麼用啦 太小一顆了,太輕,一下就被撞飛了 雖然它是我曾經最強的一個夥伴 他幫我拿到大賽的冠軍啦,但是呢,也只能退役好不好 就是當成一個紀念性的一個復刻 這個Omega鐵的話其實到現在還算是可以用啦 因為現在是5G規則嘛,還是可以使用 還行,但是就是覺得太輕 這個就是我們的重點零件了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UN軸 現在是目前強度破錶的一個軸 UN軸其實基本上不存在覺醒這種東西 我個人覺得啦 它一直磨一直磨,只會粉越來越多 然後你就會越來越卡了 UN軸要好就是挑公差 就是你可以買個十幾個UN軸 或是二十幾個UN軸 然後挑一顆最好的 我個人覺得我這個應該算是B加而已 沒有到A 華盛純都長這樣 有啊 其實還行啦 我個人覺得它會只有B加的一個華盛 因為我上次有看到一個超恐怖的 你知道怎樣嗎 它就滑一下 差不多就是轉這個兩倍時間 然後 你們很有錢嗎 其實是可以去課金去抓這一隻回來的 所以基本上這應該是不存在覺醒 就是單純的一個攻殺的一個問題 然後呢這個為什麼強呢 大圓盤啊 可以支撐超王蟹過於厚重的一個上蓋 然後去做一個超強的一個尾速 最經典搭配應該就是超王天龍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一個UN軸 就可以達到一個非常強悍的一個效果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銀鴨獵物 它一共是附贈了這三個零件 它這個核心的話是鐵 然後出租外就沒什麼用 零鐵的話也是非常古董的 現在的話應該比較少用 大家都在用WH 不然就是00了啦 HJ-好不好 HJ-的話基本上就是拿以前的軸心去做一個提升 好嗎 這個軸心的話 它原生的軸心是這個軸心 然後呢它將這個軸心的一個軸底進行一整波拉伸 就真的差了一截 反正這邊有一個中空 所以要說為什麼它會變這麼高 最主要是它中間多了黑色這一塊 越高的話持久力也會上升 但是有確定就是說它不會有尾速存在 因為呢它就好像沒有任何的支撐點 它這樣可以增加持久力 機動力 攻擊力 但是呢尾速方面是完全取消的一個狀態 才用一個強化軸 不強化軸的話就慢慢攻擊型打不下去啦 軸心基底的話是屬於攻擊型好不好 下面有一個類型型的一個圖案 千 哇 它這兩個零件是漆鐵 然後再來是LP軸 這兩個東西沒什麼好講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掉 這個的話是我們這次全新的一個阿基底絲 基本上整個設計也是非常非常之漂亮 真的非常好看 然後是屬於黑曜版本 就是屬於黑白版本 然後呢我們就先把一個零件拆開吧 基底絲一滴 防禦型的一個基底 然後呢這個基底的話 一樣是連接舊世代系統 阿基底絲的晶片的話 基本上沒什麼特別的特色啦 就是阿基底絲的一個圖騰 然後配上一個幼兒園的一個設計 但是不得不說還是非常之帥的 這個零件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阿基底絲所使用的一個夏金 零件的話它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小的 他們這次的話是搭配我們的劍盾裝備做個使用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有人沒有裝劍盾裝備去上場啦 基本上它的這個形狀的話 就跟我們歷代的阿基底絲一樣 兩個巨大的刃 然後上下各一個小刃 重點是要搭配我們的這個劍盾裝備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一個盾型裝備 阿基底絲這次的特色就是說 它可以切換劍盾裝備嘛 在盾型裝備情況下 你會發現它每個刃就被壓縮進去 讓它完全改變成為一個 防禦型然後連打型的一個阿基底絲好嗎 我覺得拿來打吸收應該算是非常之不錯 建裝備的話你會發現 它將阿基底絲那兩個大刃進行一個延伸 就是這兩邊上跟下這邊 進行一個大幅的延伸 這大幅的延伸的話 它可以大幅左右它的一個攻擊力 就是說攻擊特化型 就一下去可能就是瞬間把人家掃出場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段這阿基底絲設計原理啊 我覺得比較普通 感覺還是要一機式的那種切換會比較好玩啦 套個雙黑盾 感覺好像完全沒套盾一樣 變得超不明顯 在進入對戰環節之前 這一次阿基底絲的話 它的配置是使用我們的DM大許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1B 算是比較前期的一個零件 所以我根本沒有那麼想用 所以我還是幫它做一些小改造 稍微給大家參考一下 各位我們使用的是2B 好不好 2B上次那一集阿有點講錯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2B鐵的話在某些陀螺身上 其實它也是可以轉動的 然後某些陀螺身上是無法轉動 這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呢我們是使用2BA 搭配我們的這個UN軸好不好 因為我想說UN軸尾數不錯 這樣搭起來應該玩起來會非常非常之好玩 然後尾數應該也非常非常之恰 好那我們就馬上進入一個試射 然後這6顆的話就稍微做一些改造 配置畫我直接寫在下面 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第一站由我們這2顆吧 然後兩邊配置畫稍微長這樣 稍微給大家參考一下 水突然狗 差一點差一點差一點 這威力這威力 有有有 OK 現在兩邊的話 基本上是處於一個交叉狀態 但是應該是魚彎走穩的啦 我個人覺得 應該吧 OK 1比0 來水突然狗 前期爆走 撐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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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兩邊穩的 兩邊穩的 哇 這一局跟蓋商局非常非常像啊 完蛋完蛋 這一局感覺不太妙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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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一局應該是輕輕鬆鬆的啦 喔唷 不一定喔 欸 欸 這一局要是這一顆中 撐過去了 撐過去了 這一個總結來說 我個人覺得他只要在前期沒有受到過多的撞擊 還是非常之猛啊 啊但是呢 快容易飛走 就這麼簡單 各位第二張外用的阿基 是做到我們的天龍 然後兩面配裝的分別是長這樣 稍微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算是前一陣子大賽非常熱門的一個配置啊 撐過去了 喔唷呀 有有有 撐過去了 OK 下兩邊花金石的焦索 喔唷 阿基斯花了 噴起來我個人覺得我們阿基斯的這個 運溫軸他的 基底基質會比較好啦 阿基我覺得 天龍那顆就比較爛一點點的 嗯 果然他的基底基板是有差的 阿基斯這顆比較沒有那麼容易爆走 OK 下兩邊花 屬於一個焦索動彈 哎呀 還是天龍搭這個的尾速會比較強 屬於吐按鈕 好 這局很太短 阿基斯對上我們的一個神槍 然後神槍我決定測一下新軸阿 就這個拉高軸我們來測試看看 看是不是真的有差 問好奇 屬於吐按鈕 有關鍵 他這個高追劫耶 然後更加站不穩 屬於吐按鈕 OKOKOK 還要更加加高 你在出去時還是多少會影響到他那個 那個癱瘓那個力道 屬於吐按鈕 但是站不穩是有一點的一個實質 喔喔喔喔喔喔 喔 有一直回來喔 但是他是站不穩 非常可惜 可是這個打還蠻爽 阿基斯獲勝 重頭戲來了阿 阿基斯對上我們的舊級 破壞神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要用的配置 屬於吐按鈕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了有 阿 可惜沒有把他交出去 哇 稍微可惜 當然沒關係 下兩邊花出一個焦頭動彈 屬於吐按鈕應該是賽場上最常見的狀態 雖然撤掉他的尾速 但是我覺得極高可能應該是會輸給破壞神的 我可以覺得這樣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嗎有嗎有嗎 有嗎有嗎 唉唷 看起來還是真的非常之穩阿 我現在進入一個尾速狀態 轉移 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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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嗎? 有嗎? 還是他比較猛 師徒對決 然後 兩邊配裝如下 對於斷空 下兩邊花 哎呀 回去回去回去 下兩邊花都是屬於非常穩的狀態 有沒有機會 因為他一打左一打右 OKOK 現在進入一個護血環節 基本上前面沒有擊飛就是拼尾速啦 就這麼簡單啦 反正現在套龍系統根本不會有人爆裂 來來來 喔 吸了非常之久有點無聊 但是也沒關係 有沒有去有沒有去 吸 喔 有沒有 好 被捏 喔 哈 轉光 喔 下兩邊蓋一直暴走 OK 又是進入一個非常無聊的一個吸鬥環節 就感覺可以留下一場了啦 這一局還沒怎麼救了 OKOKOK 現在穩的嗎 穩的嗎 喔 現在兩邊跟蓋上結局應該會是 相當相似的 跟結局應該是一樣的 好 好 涼 涼 好 各位我們是幫大家測穿這個阿基斯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 它配一彎肘有點弱 它可能還是需要用一些比較強悍的軸 什麼XT啊 MB之類的軸去強化它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在跟你們說拜拜之後後面會有一個小段 就是測這個配置 有信心可以看一下 好 那我們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吃飯的 畢服小妹妹的 拜拜 好 來了 尾速尾速尾速 OK喔 OK OK 嗯 唉唷 有 可以帶地破壞整的 可是也是蠻低的機率 因為破壞整還是有雙迴旋拉 不錯 欸 不錯